再来关心台北市的双溪流域出现了鱼群大量暴毙 在今年的三月四月和七月都有大量的死鱼 数量超过了一万两千尾 环保局调查附近的水质发现并没有农药污染 海氧量也很正常 所以怀疑是有人恶意倾倒废弃物 河面上一堆一堆都是死鱼 飘上岸传出一阵阵恶臭 这是7月3号民众拍到的画面 横贯台北市的双溪流域 中下游河面漂浮着一堆鱼狮 水利处捞了一万两千多条 仔细一看死的几乎都是吴国鱼 大家都知道吴国鱼生命力非常的强 吴国鱼都会大量的暴毙 那这个河水它的毒性可见一斑 这可不是第一次 三四月也都有大量鱼群在这里暴毙 到底是什么原因 环保局检验发现并没有传染疾病 也没有农药污染 吸水的含氧量也都很正常 很可能是有人恶意倾倒毒物 这三次发生的污染事件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 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一种情形 就是一种不明的一个化学物 或者是说有人来毒语这样一个可能情况 环保局表示前天在东吴大学附近 发现河面上出现不明泡沫 已经采样检验到底是什么物质 结果出炉之前也只能提醒民众 暂时停止在双溪流域的水上活动 记者林郑伍郭峻林台北报道